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艾亚好身材健身小课堂》 大家好 依旧是我 节目主持人周薇薇 薇薇听说 今天《艾亚好集市》开市了 赶紧去看一下 走 一会怎么着 一会该怎么着怎么着 哈喽 杨生 杨生 你们好 你好 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摊位是卖什么的 我们这个 卖卖的 卖卖 卖在哪 卖是什么东西 就是 拔一把脉 从我们脉象 还有舌苔看看身体的情况 那刚刚姚晨有把脉吗 把了一下 其实还行 小伙倍儿棒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两天 咱们这个比赛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这肩膀 还是有点损伤了 所以杨生你来这个节目是身兼树脂 真是 我还给芝生拔过麦了 怎么样 她身体怎么样 脾虚 脾虚 要是气虚 因为说话多 说话多 没有开玩笑 所以说正好我们教给大家按摩的一些穴位还有手法 来 感受一下袁山老师的手法 我今天从头到脚都有点酸痛 首先说我们的肩颈穴 找到我们的肩峰 就是我们肩膀上一个突起的一个位置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第七的脊椎 就是我们脖子后面有个小骨包 他们俩连线了终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肩颈穴 我们按起来会有一件酸痛的感觉 挺舒服的 对 这个穴位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肩部的一些酸痛 一些不适 可以在家里给自己的家人 或者说我们自己按一按点柔点柔也是可以的 自己也能按 对 能能能能 有有有 其次颈部的一个风驰穴 在我们的颈部后面 找到我们两个大筋的位置有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风驰穴 哦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四肢交叉 进行一个点柔 除了我们的肩部的酸痛 还有一个膝关节的问题 那膝关节怎么办呢 膝关节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 在我们这个膝盖的位置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膝眼的上面 这也是我们的雀海雀的位置 可以自己再进行一点点柔 就相当于是放松我们这个股四头肌的这个位置 对 按起来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 这个有点痛是为什么呢 哪不好呢 这个穴位它有酸痛 它是正常的 OK 并不说越疼 是不是我这块越不好 哎 这也是个误区 以前以为比如说我肩痛 他给我按腿的时候疯狂用力一按 但我感觉我肩不痛了 但是你会发现第二天会皮会特别疼 皮在哪 皮在哪 就皮是皮肤的皮 我以为是皮 以为是皮胃的皮是吧 好 而且时间也不宜过长 差不多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得到一个环节以后 我们就没问题了 学到了 很多朋友最近都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我们的失眠症状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心经 让我们得到一个安神 助眠的一个效果 从我们的小手指 哎 这里边有一个穴位叫神门穴 听这名的神门 神门 安神的遗岛门 OK 通过我们的双手这么哎 相互的搓我们这个心经的位置 晚上就这样搓 晚上搓躺着就开始搓 对 这太管用了 然后再按揉按揉我们的神门穴 在我们掌横纹这块有个凹陷处的位置 然后呢 再时间再揉揉腹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手 哎 搓热之后放在我们的眼睛上 这睡觉前那么多动作 还能睡得着吗 一道动作做完 天都亮了 对 相互的搓我们那个心经的位置 再按揉按揉我们的神门穴 然后呢 再时间再揉揉腹 搓热之后放在我们的眼睛上 其实时间也不用很长嘛 像我们左右搓 差不多搓个十次 然后呢 穴位按摩再数个六十秒 对 然后再揉揉腹 晕晕木就非常好了 对 反正压力大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是关于这个神门穴对吧 对 今天的健身小课堂呢 真的是含金量满满 学到了很多 对 今天晚上回去睡不着觉 我就搓一搓 不行我帮你搓 帮你 祝你 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 其实只是一些日常调理跟养生的方法 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真的是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的 还是要去医院就诊 对 感谢袁医生 感谢姚千 来到我们的健健小课堂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